風熱搶球去抓排名最高的積倆 脫城的大砲射門 火牙丸奮不顧身的搶分 以及截脫胎換骨的超籃進球 藍色監獄動畫開播至今 幾乎每一集都有讓人熱血沸騰的橋段 哈囉大家好,我是River 這季我追的新翻有很多 像是戀巨人、火鷹、水星的魔女等等 但唯獨藍色監獄是我每個禮拜都會準時收看的作品 今天的影片就要來和大家好好庫盤一下 第四以及第五集中 Z隊大戰Y隊的比賽 兩隊的核心選手以及戰術是什麼 以及當中有拿幾球具有爭議 由於影片會提到動畫的內容 提醒大家務必先把這兩集看完之後 帶來觀看這支影片 接著就進入今天的主題吧 Z隊對上Y隊的這場比賽 其實可以看作是二子以及解這兩位 擁有空間掌握能力的球員 如何運用自身的能力 並引導隊伍得分的一場戰鬥 兩隊在比賽前都為了勝利而制定出了戰術 但就全面性而言 Y隊準備的肯定比Z隊伍還要充足 Z隊只制定了一個著重在進攻方面的戰術 也就是久遠提出的 下一個換我久作戰 然而 Y隊卻不一樣 他們不僅想出了不只一套的進攻戰術 還仔細觀看並研究著Z隊上一場對戰X隊伍的比賽影片 進而制定出了一套針對性的防守策略 他們將防守重心放在了盤球能力很強的風樂 以及擁有超遠距離射門技巧的國神的身上 Z隊之所以能夠從X隊的手上奪下一分 靠的就是風樂可以從三人包夾中保護球並傳出來的盤球 傑的上帝視角 以及國神的重砲射門 面對風樂的盤球 Y隊先是派出了兩人限制他的前進路線 然後再由第三人從側邊包夾協助搶斷 而對付國神的重砲 則是利用兩名球員組成人牆來封死他的射門入境 唯獨會遺漏掉傑 並非是Y隊覺得他的能力不構成威脅 而是因為上帝視角這個能力本來就很難從影片中看出來 在Y隊針對性的防守下 Z隊的下一個幻火九作戰幾乎發揮不出作用 而Y隊主要的進攻戰術就是防守反擊 除了將進攻火力最強的大川擺在前線之外 其餘的人都退到了後場以進行防守 一旦Z隊發生了失誤 或是己方獲得的球權 他們就會把球交到擁有上帝視角能力的二子身上 然後再由他傳給待在前線的熊本線得分大王 大川來發動反擊 無論是在進攻還是防守方面 Y隊的核心都是當時排名255名的二子 不難猜出這些戰術應該都是由他來制定的 而除了防守反擊之外 二子還想出了好幾套進攻戰術 其中一項就是一分殺反擊 也就是在最後的一分鐘 讓全員都參與進攻的超攻擊型戰術 從這邊就可以看出二子的心機超級重 因為他們在前面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打防守反擊 外隊多數球員都會待在後場 這會把他們除了大川以外 都不會參與進攻的影像 深深的刻在對手的腦海裡 進而讓對方出於防守 等到最後一分鐘再用全員反攻去打擊這個弱點 由於這場比賽裡只有展示出這兩套攻擊戰術 因此無法得知 二子到底還藏了哪幾招 不過既然一分殺反擊是同分時才會發動的招式 可以推測 他至少還想領先以及落後這兩個情況發生時要用的戰術 不得不說二子這名選手真的是戰術大師 而他的思路也很另類 一般聽到會心立即主義的言論 都會去思考自己到底要怎麼射門得分 但他卻往幫助團隊得分的這個方向發展 讓他就這麼淘汰掉其實有點可惜 不過 雖然取得兩敗的Y隊已經無法改變被淘汰的事實 但根據規則 落敗隊伍裡的得分王還是能夠取得晉級的資格 所以二子還是有機會可以存活下來 聊回比賽 Y隊在戰術上明顯做得比Z隊還要好上許多 不過最後Y隊還是敗給了Z隊 其中最大的原因 就是傑這名角色在這場比賽裡的影響力實在是太大了 雖然傑在戰術方面比不過二子 但他在臨場的應變能力是優於對方的 再加上因為有過去失敗的經驗 才讓傑看見了逆轉局勢的機會 俗話說計畫永遠趕不上變化 好了戰術確實能夠提高隊伍的勝率 但賽場上瞬息萬變 能夠根據戰場變化快速做出應對的人才能夠笑到最後 無論戰局多麼焦灼、嚴峻 傑都能不斷地觀察情勢 並持續在腦中思考可行的方法 在風樂發角球的時候 之所以能夠察覺Y隊的核心是二子 從而截斷傳給他的球 就是因為他反覆地在腦中思考 Y隊在先前進攻與防守時的情況 而當中都有二子的蹤跡 於是確信的二子就是敵方隊伍的指揮官 而當Y隊在最後發動一分殺反擊的時候 由於Z隊放太多人在進攻上 且根本來不及回防 在對方牽手以及多打掃的極度優勢下 基本上已經可以宣判Z隊將會敗杯 但傑一直靠著臨場判斷 以及過去失敗的經驗扭轉的局勢 因為二子的武器跟思路都跟自己很像 所以傑早就已經猜到對方會跟過去的自己一樣 在關鍵時刻把球傳給隊友來射門 最後成功的預判並攔截到傳給大川的球 隨後發起一波反攻 最終以2比1擊敗的Y隊 這邊我想要特別聊一下傑口中所說的進球的味道 我認為這其實就是結合了空間感知 臨場判斷力 以及經驗而內化出來的一種 近視直覺的東西 可以讓他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最正確的判斷 無論是敵方想要進攻的意圖 還是幾方球員掌握的進球機會 也都能夠在一瞬間感知到他的存在 或許有些人會認為 直覺就是一個不經大腦思考 靠著瞎懵去碰運氣的一種很不靠譜的東西 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是早期人類為了適應迅速變化且充滿危機的環境 而演化出來的一種生存技能 是人類透過反覆練習 而是把長期積累而來的經驗 轉換成接近反射動作的一種能力 這就好比一開始學怎麼騎腳踏車的時候 總是需要思考很多東西 但一旦學會並習慣了怎麼騎之後 大腦就不需要想太多 只要腳一踏上去 身體就會知道該怎麼做 談完了勝負的關鍵 接下來來聊聊這場比賽裡爭議比較大的幾球 首先就是二子傳給大川得分的那一球 到底有沒有越位 越位是足球比賽中相當常見的一種威力 也是大家公認最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規則之一 要判斷一位球員是否越位 首先要先確認他是不是處在越位位置上 進攻方的球員在進攻時 除非是自己一個人帶球突破 不然只要站得比防守方 最後一名後衛還要靠近球門的話 就會被認定處在越位的位置上 也有說法是不得站得比防守方 倒數第二名球員還要後面 其實兩者的意思是一樣的 因為通常站在最後面的人會是守門員 而守門員前方的防守球員就是最後一名後衛 只要處在越位位置上的球員 接到來自隊友的傳球 就會發生越位偽力 不過這邊需要強調的是 如果球員只是單純的站在越位的位置上 隊友沒有傳球過去 是不會構成越位偽力的 會有這項規則是為了避免有前鋒 直接站在球門的前面 這樣只要隊友一個長傳球過來 就有很高的機率可以直接得分 大大降低了比賽的可看性 大致了解了越位的規則之後 我們看回二子準備傳給大川的那一球 從畫面中可以得知 防守方 也就是穿著藍色隊服的Z隊的最後一名後衛 是左下角的前切大小姐 所以只要外隊的球員 不要跑得比他還要靠近球門 就不會有越位的問題 而大川的位置很明顯沒有超過前切 他的前方甚至還有兩名南方成員 因此可以判定大川並不在越位位置上 所以此時二子傳球過去並不會發生越位為例 這球之所以會有爭議 應該是在於有些人不太了解傳球時的越位判定 他的基準點是以傳球的瞬間來判定 而非前鋒接球的瞬間 所以當球從二子的腳上傳出時 只要大川沒有在越位位置上 就屬於合法的傳球 而第二個會讓大家覺得不合理的地方 就是第五集結最後的射門 明明他是從最後端 也是最後一個往前衝的 卻可以比大部分的隊友還要快到達對象的球門 甚至可以在沒有其他後衛防守的情況下射門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主角之力嗎? 其實不只觀眾覺得很扯 就連他的隊友也感到很驚訝 還在賽後問他到底是衝多快 居然趕得上 傑之所以可以比大部分的隊友都還要快跑到球門前 其實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是在無球的情況下做跑動 所以會跑得比要運球推進的國神和風熱還要快 一點也不奇怪 而且傑在事後有提到 因為他認為球有可能會飛到那附近 所以他在傳球之後就用全力衝刺過去 第二個原因我覺得是關鍵 也就是比起其他隊友 傑在跑動的過程中 肯定有受到來自對方防守球員的阻撓 我們知道 Y隊有仔細研究過Z隊商場對戰X隊的比賽 所以他們的防守重心一直都是風熱跟國神 在最後的那一球 國神遭遇到了兩名球員的包夾 風熱前前後後更是被四個人給盯防 而由於我牙丸在這場比賽裡 用他驚人的爆發力補進了一球 所以當下他也成為了Y隊的重點防守對象 從漫畫中可以看出 對方總共出動了三名球員去防守他 自己對光是這三名球員就耗掉了Y隊大量的人力 這才讓傑可以在無人防守的情況下直奔球門 所以他會比其他人快到是很合理的 而這也是為什麼傑可以在沒有其他後衛防守的情況下進行射門 因為人都跑去守風熱、我牙丸以及國神 結論就是 傑最後的射門靠的不是主角之力 而是與隊友之間的完美配合 還有就是Y隊低估了他的實力 最後我想要特別聊一下Y隊的首位 也就是254名 有著熊本縣大賽得分王之稱的大川響鬼 雖說熊本縣的足球環境 比不上東京都這種學校眾多 競爭力積地的一級戰區 但能夠在縣大賽拿到得分王的頭銜 還是需要有兩把刷子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一屆的2021年 日本全國高校足球錦標賽的亞軍 甚至來自熊本縣的大驚告眾 然而 大川在劇中的表現似乎不怎麼亮眼 上一場對戰的是該組裡面排名最強的V隊 沒有得分也就算了 就連打李英是最弱的Z隊時 也只踢進了一球 但只得一分其實是受限於隊伍戰術的結果 再加上動畫並沒有把大川的得分技巧 給完整的描繪出來 才會讓人產生大川好像不怎麼搶的印象 由於Y隊跟Z隊一樣 都面臨了不能再輸一場的局面 這讓Y隊選擇了偏向保守的打法 在搶到第一分之後 就採取了來回互傳的方式拖時間 仔細想想這樣的做法其實並沒有錯 足球本來就屬於低得分 低進球、高平局率的運動 所以領先史比起乘勝追擊的積極進攻 專注於防守才是最佳的策略 而大川踢進的那球其實涵蓋了許多技巧 只是動畫並沒有完整的呈現出來而已 在漫畫裡 各種的那球是超遠距離的長傳 不過大川卻可以流暢的在接完球之後 就順勢帶球殺入禁區 其高超的停球技術 讓同為前鋒的伊右衛們不得不在心中感嘆到 就像是將球吸在腳上一樣厲害 不僅如此 大川在射門時其實有做了一技假動作 將伊右衛們給騙倒了之後 還把球給點進球門得分 而動畫裡卻像是伊右衛們預判了大川想要直接射門 卻沒想到對方是用挑射的方式來完成進球 兩者之間少了假動作算是一個蠻大的差異 而Y隊最後使出的一分殺反擊 之所以會選擇以大川為發起點 也是因為隊友們都信任他的帶球突破以及吸敵的能力 大川最後也靠跑位獲得了終結比賽的機會 只是運氣不夠好 遇到了擁有主角之力的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最後想要問問各位 前五集裡面讓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段? 以及你還發現了哪些不合理的地方想要提出來一起討論的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與大家分享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我幫下喜歡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以及按讚追蹤我的粉絲專頁 或是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小兒支持我創作出更多影片 我是River,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